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凤九儿已经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 不给湛青城说话的机会 他轻轻推了他一把 湛青城没有任何防备 凤九儿想脱身简直是易如反掌 他随手娶过男子给他脱掉的衣裳 凌空飞跃起来 半空中 凤九儿白色的衣裳被甩出一个唯美的弧度 有仙女下凡之感 在他缓缓落下之际 衣裳渐渐落回到他身上 凤九儿角色的容颜如同仙子 身段也完美到极致 让人找不出任何瑕疵 再加上他脸上甜美的笑意 简直是倾国倾城的存在 哪怕是一般人看见 也必定会一见物中身 更何况是现在的九王爷呢 九王说 看着男人这般神色 凤九儿的心情大好 他迈着轻盈的步伐 过去晚上还在尸神中的战青城 往外走去 既然是第一老前辈找你 一定有很重要的事情 你先过去忙吧 将男人推出厢房的门 凤九儿才放开了他 摆了摆手 衣裳 我今晚去灯会 一定会穿 那咱们今晚见 再见 再给了战青城 一记甜美的微笑 凤九儿将厢房的门关上 依靠在门后的女子 双手捂着唇 不让自己笑出来 九皇叔还没离开 他哪敢笑啊 谁让他说 他胡思乱想 谁让他说 自己没有其他想法 不让他有点想法 似乎也太对不起 他的美貌与智慧 不过 九皇叔也太好聊了 这种事情 以后还是少干一点 比较好 不知道何时赶到的 玉京风 看着被九儿小姐 推出来的男子 轻咳了声 一个字都不敢说 玉京风的声音 拉回了战青城的意识 他在厢房的门上 收回视线 转身往外而去 玉京风见状 深吸了一口气 快步跟上 王爷现在 究竟是什么情况 他连想都不敢想 离开了院子大门 玉京风才轻声说道 王爷 老尊主让你过去一趟 事情提前 三天之后 战青城 低沉的声音响起 玉京风 咽了一口口水 不知道是嗓子痒 还是什么 又轻咳了声 不知道 王爷指的是哪一件事 他一到凤凰城 马上回来报道 真不知道是哪件事情 战青城不语 却侧头扫了 跟上来的人一眼 玉京风 瞪大双眸 点点头 是是是是我明白 王爷我了解了 原来是那件事情 他怎么可以不知道呢 如此重要的事情 他居然没有第一时间想起 王爷生气 也不是没道理 可是 三天 会不会太仓促了呀 似乎想到了什么 玉京风 面有难色 不是说好七天吗 王爷这是等不及了吗 不等玉京风 有疑问 战青城又说 需要本王叫你做事 不敢 王爷我不敢 回来的时候 他一路上都在担心 九儿小姐 会不会真的 打他小报告 现在看起来 九儿小姐 是没有打小报告的 是王爷自己等不及了 王爷 我保证事情 一定顺利完成 再次迎上 战青城的目光 玉京风补充道 保证王爷满意 战青城 扫了玉京风一眼 加快了脚下的步伐 玉京风狠狠地吸了一口气 跟上 待战青城离开 凤九儿一人在厢房里面笑了好一会儿 直到小樱桃过去敲响了她的门 凤九儿脸去一脸愉悦 将大门打开 有什么事吗 没事就不能过来找你了吗 小樱桃白了一眼 这个幸福的女子大方走了进去 九王爷离开了 她是清清楚楚看见的 快来看看我的衣裳 我觉得好像有什么不妥的样子 小樱桃的声音传过来 凤九儿才举步走了进去 等了一天一夜 盼了一天一夜 在年三十这个大团圆的晚上 凤凰城一年一度的灯会即将开始 虚拾三刻 是个好时辰 灯会正式开始 直到天黑 凤九儿都没有再见到战青城 不过出门办事的雪姑和拓跋可言 是及时赶回来了 大伙热热闹闹的吃着团圆饭 不多久便出现在灯会附近 灯会设在盐湖一带 天刚入黑不久 行人也越来越多了 每当看见剑衣 凤九儿就恨不得将她海扁一顿 可她还是看不得她一个人窝在房间里 只能将她带了出来 热闹的大街上 凤九儿推着剑衣走在正中间 小樱桃 巧木 赵小小 几个女子 都几乎与凤九儿并肩同行 木木吃过了团圆饭便消失了 雪姑说年轻人的事她不参与 几个女子之后还跟着赵玉生 行子舟和拓跋可言 九儿 你的衣裳真是越看越漂亮啊 小樱桃拉着凤九儿的衣裳说道 就是 还说给人剑衣 怎么看我的衣裳都与你的不是同一个档次 乔木也扫了凤九儿一眼 哎 九儿这是跟九王爷同档次 我们怎么能和九王爷相比呢 小樱桃回道 不过 九儿目光独到 就连随便给剑衣做一件也那么好看 垂眸看着剑衣 小樱桃笑得更加愉悦了 剑衣 你以后可不要惹九儿生气了 要不然谁给你做衣裳啊 剑衣汗手并没有回头 但谁也看得出她今天心情不错 凤九儿瞪着剑衣的后脑勺 低沉的声音响起 以后 没有以后了 反正这是人家娘子该做的事情 以后让她的娘子来做 你们看看 有没有合适的女子给她介绍介绍 免得这个家伙整天黏着我 不知道的还以为她是我夫君呢 哎 那你不是有两个夫君吗 乔木轻醋了醋眉 啊 不是两个 是三个 哎 不对 四个 小樱桃 你最好夸张一些 凤九儿打断了小樱桃的话 还不忘四处看一眼 不过 九王爷连团圆饭都不来 应该很忙 肯定不会这个时候出现 想起今天的事情 凤九儿抿了抿唇浅浅一笑 也不知道后来这家伙是怎么离开的 九皇叔 有时候确实很可爱 不接受反驳 本集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我们说明快就能务 és赞 前面 CRA 我们下断了这些 Bareumber